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4月17日,热刺客场二比二战和爱华顿 星期六凌晨,英超赛场上演第32轮焦点战,爱华顿在主场迎战热刺 上半场夏利卡尼首开纪录,利古朗送12码,斯古神粗刀攀平比分 下半场斯古神梅开二道,夏利卡尼再入一个球 最终热刺客场二比二战和爱华顿,热刺联赛连续三轮不赢球 爱华顿就五轮不升 比赛刚刚开始,孙兴文在禁区前远远射避风挡 27分钟,尼当比利左路传中,米高坚尼禁区内投锤一顶 夏利卡尼停波后,凌空素射入网,热刺客场述先打破僵局一比零领先爱华顿 31分钟,利古朗禁区内侵犯占士乐迪股斯,求证判佛十二码,斯古神主佛稳稳命中 爱华顿一比一追平热刺 37分钟,尼士乐迪股斯脚后跟传波,斯古神斜传 尼士乐迪股斯禁区内插上推射,被罗里斯神勇化解 上半场比赛结束,热刺客场暂时一比一战和爱华顿 换边再战,爱华顿率先展开攻势 48分钟,尼士乐迪股斯角球开出,李察列神的头锤攻门高出 51分钟,孙兴文摆脱米高坚尼杀入禁区左侧 随后的射门被比克福特挡出 62分钟,李察列神分波有路,高里文插上传中 斯古神包抄推射破门,爱华顿二比一反超热刺 68分钟,拉美娜有路传中 米高坚尼头锤解围顶到荷基治身上 夏利卡尼反应迅速迎波抽射得手,比分来到2比2 热刺追平比分 83分钟,尼士乐迪股斯送出直传 祖书亚经自禁区内推射被罗里斯党出,李察列神保射弹系高出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热刺客场二比2战和爱华顿 双方各取一分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讯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和赞我们的page 立即下载M直播 随时随地在手机自在看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